姐姐 最近我和萱萱走得很近 你不会怪我吧 当然不怪你啊 你们年龄相当 本来就玩得到一起 昨天 他亲了孔大哥一下 你不会发火吧 我知道 孔大哥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 萱萱只是一厢情愿 小铃铛 你不会是想帮他说话吧 我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替你们惋惜 你知道吗 昨天就算你跟孔大哥吵架 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 要不 你们还是复合吧 反正你也不喜欢蓝老板 谁说我不喜欢他 你当然不喜欢了 你别看我小 但是我这方面还是很懂的 你看孔大哥的眼神 跟看蓝老板的眼神 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了 你看孔大哥的时候 眼睛里面有小星星 看蓝老板呢 眼神空洞洞的 你注定喜欢孔大哥 就像我注定喜欢方哥 不一样的